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 詹姆斯先生和伊夫琳女士合著的对梦的阐释 下面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精灵的原型 卡尔荣格认为 世界上许多神话和传说 都是具体无意识的表现方式 具体无意识指的是人类具体经验的传承 补偿在人类脑海里的具体经验 这一原型的形式存在的 这种具体经验会不自觉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 预先形成个体经验 荣格进一步认为 具体无意识原型能够形成梦的内容 并会以各种各样的原型意象在梦中出现 荣格发现 他的那些病人梦里所包含的很多意象 对他们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 但又能在世界文化的神话体系中找到 他用具体无意识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 荣格进一步发现 如果他能发现这些意象在当地文化中的具体含义 他就能更好理解他们出现的梦境 世界神话故事中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精灵原型 这里的精灵一般指民间故事或神话故事中的各作剧精灵 虽然精灵并非反面角色 但他的一些行为往往会让人感觉不快 在梦中 精灵原型一般会以小丑的形象出现 他们会模仿我们的一举一动 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定方向 此时这种原型还会打扰我们的美貌 让我们陷入混乱状态 因为精灵能够变形 他们也常被用来象征某种变化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